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斌 现在是1989年5月7日 首轮抢五决战在里奇菲尔德球馆如期上演 现场足足来了20273名观众 今晚 他们将见证主队骑士与公牛 谁能笑到系列赛最后 中场前7秒 乔丹的集听中投将比分改写为99比98 公牛反超1分 骑士在暂停后上篮打成 重夺领先 留给对手的时间更少了 此时的公牛即将落下季后赛的大幕 唯一能拯救他们的只有上帝 但骑士可千万别忘了 上帝可是最爱穿23号球衣 这轮系列赛是公牛和骑士连续第二年在首轮相遇 回顾上个赛季 他们也是达满五场才决出胜负 去年三月末 骑士在大交易后度过了磨合期 新球员开始融入 球队拿下了赛季末13场比赛中的11场 最终以42胜40负结束常规赛 拿到了季后赛席位 他们是防守效率第二的球队 盖茂排在联盟第三 并在三分命中绿方面排名联盟第二 克里夫兰呈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 他们在首轮遇到了由乔丹率领的芝加哥公牛 后者拿下了前两场比赛 乔丹成为了NBA历史上 首位在季后赛背靠背比赛中 拿下50分以上的球员 不过骑士没有被乔丹的气势吓住 他们以牙还牙 顽强扳平比分 让乔丹接下来两场的38分和44分也无济于事 第五场生死战 骑士首截35比23领先公牛 但乔丹在下半场拿下了他个人39分中的21分 带领公牛赢下了比赛 公牛23号在系列赛中场均拿到45.2分 创下了NBA季后赛记录 骑士第一次感慨 原来篮球真的可以一个人打 时间来到本赛季 随着威廉姆斯、哈珀、多赫蒂和普莱斯 已合作了两年 以及威尔肯斯在克里夫兰执教渐入佳境 骑士所有的事情都落实到位 常规赛前11场 他们8胜3负的战绩 是球队11年来的最好开局 随后他们又把一个11连胜 写进了球队的历史记录 和往常一样 骑士的成功来自于防守 1月份那场104比96压倒尼克的比赛就是典力 此战骑士以21个盖帽 评了NBA的单场盖帽记录 而两星期后 骑士以142比109击溃勇士 显示了他们同样也有先翻计分牌的能力 3月28日 骑士击败达拉斯小牛队 拿到球队历史上的第一个50胜 最终以57胜25负的战绩 与胡人并列联盟第二 仅次于活塞坏孩子军团 那么本赛季的乔丹和公牛近况如何呢 在去年乔丹拿到了常规赛MVP 全明星MVP 常规赛得分王 最佳防守球员等一系列荣誉 堪称恐怖 而今年的乔丹又进化了 他从一个进攻端无可阻挡的猛兽 成长为一名各项技术都非常精湛的全能战士 场军得分虽有回落 但32分依旧排在联盟首位 而8个篮板和8个助攻 均是其职业生涯新高 并且每场还有将近三次抢断和一次封盖 这样的全能性和数据端的统治力 简直就是六边形战士 但是乔丹的大包大篮 也是出于球队的无奈 赛季刚开始不久 公牛队首发空位文森特就受伤休战 到了3月份 球队表现不佳 而管理层又急于取得成绩 鉴于回归的文森特状态不好 于是主教练柯林斯突发奇想 将乔丹调到了1号位 于是引发了一场乔丹和魔术师 争夺最佳空位的大戏 在此期间 乔丹向世人展示了他初次的组织能力 在他担任首发空位的11场比赛中 10场砍下三双数据 其中3场是40加大号三双 这11场比赛 乔丹场均33.6分 11.4助攻 10.8篮板 厉害之处 就在于他串联球队的同时 得分上的势头丝毫不见 整个赛季 乔丹在28场比赛助攻上双 单场最高17次 不过打出生涯最全面数据的乔丹 在NVP的评选中 还是输给了魔术师 后者帮助胡人获得了西部第一 而公牛仅排东部第六 要说为何公牛战绩平平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败骑士所赐 在本赛季常规赛 双方六次相遇 公牛竟然全部败背 尤其是最后一次交锋 在骑士雪藏了罗恩哈破 马克普莱斯 布拉德多赫蒂和拉里南斯 四名主力球员的情况下 公牛仍然以84比90输球 因此 关于两队本轮对决 球迷都认为 克里夫篮人会复仇成功 不过 心高气傲的乔丹对此表示 无所谓 我不认为事情那么简单 季后赛和常规赛并不是一回事 我也不会受任何外界预判的影响 此言一出 运气似乎也在帮公牛的忙 骑士超级射手普莱斯 因伤缺席首战 这让公牛客场鲜声夺人 而后前三场战败 又以2比1领先 一开始被看摔的公牛 有望在自家门口拿下第四场 进而晋级下一轮 第四场作为骑士的生死战 他们打得非常顽强 全场不断撕咬着公牛 自助者天助 乔丹在常规时间末段 错失了锁定胜局的一个罚球 骑士得以将比赛拖入加实 并且最终三分险胜 就这样 双方你赢一场 我赢一场 最终来到了今晚的强5决胜 关于两队本场 Win or Go Home的生死之战 赛前 骑士依旧是被看好的一方 外界始终觉得公牛的胜算不大 因为与去年相比 这次的主场优势是在骑士手里 比赛开打 骑士就依靠他们的整体进攻 以及轮转防守 不断地消耗着对手 公牛二年级的皮膨效率很低 连罚球也失去了准心 但正值巅峰的乔丹 依旧是骑士难以解决的麻烦 他砍瓜切菜般的得分势头 是公牛得以保持周旋的唯一途径 但综合实力更占优的骑士 还是始终处于领先的位置 镜头回到视频开头部分 在全场比赛时间还剩7秒时 公牛依旧以97比98落后1分 乔丹切出 接应皮膨传球 在原地左右虚晃后 选择了右侧突破 面对克雷格伊洛的防守 利用自己的速度撕裂了对手的防线 突破中 乔丹的左手肘一次砸到了伊洛的面部 后者痛苦无脸放弃了防守 乔丹突破到中距离后 迎着拉里南斯的长臂 急停中投命中 这一球 乔丹就已展现了自己恐怖的滞空能力 公牛也将比分改写为99比98 这也是他们今晚的第一次领先 骑士随即叫下暂停 维尔肯斯设计了一个 精妙且出人意料的配合 埃卢发完界外球后 直接奔起篮下 队友的球及时传来 乔丹的腾空扑盖 略略持了刹那 埃卢用一个轻松的上篮 帮助主队再次实现比分反超 乔丹为此不禁抱头痛惜 如果骑士今晚能够顺利拿下 那么全场得到24分 埃卢绝对是头号攻城 此时 比赛仅剩3秒 公牛队请求暂停 也在请求一个奇迹 场下 公牛队主教练科林斯正在布置战术 但乔丹很快将其打断 咆哮道 把那该死的球给我 即使对手都预判 公牛会把球给乔丹 但是乔丹 就是要虽千万人 五王矣 暂停回来 公牛执行最后一攻 乔丹在罚球线启动 利用队友掩护 朝边线跑去 此时他遭到了 南斯和埃卢的前后夹击 乔丹没慌 他利用鬼魅的脚步 虚晃完全骗过了这两人 眼前出现了巨大的空间 乔丹顺利地在三分线 右侧四处五度拿到球 紧接着 他向左运了一步 而回过神的埃卢 试图抢断乔丹 但行进之间 失去了防守位置 乔丹再运一步球 在时间还剩一秒时跃起 埃卢也同时奋力起跳 伸长手臂 抑郁干扰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腾空的乔丹 并没有急于出手 而是等埃卢的手臂掠过以后 才调整了一下弹道 将球投出 等到乔丹落地时 已是全场速进 观众嘴巴变成O型 裁判哑然愣在原地 嘲笑了地心引力的 公牛23号 一击定乾坤 成功淘汰骑士 如果奇迹有颜色 那一定是红色 在场上 你永远可以相信乔丹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订阅 打赞 转发 顶 标记 转发 转发